实际上还根据化疗发展的不同 那么有一部分病人 那么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 口服的服疗命令等的药物 比如进口的希罗达 或者国产的卡维他命等药物 这些药物都是五服的一些代谢 代谢产物的药物 那么可以通过消化道吸收 相对来说 采用这些药的化剂方案 相对以前的话 病人的一个舒适度更好 那么病人更容易耐受 相对来说 病人治疗起来就比较方便 那么早晚各试一次 当然这个试的纪念 还是要更有 更利于医生 会更利于你的体重和身高 我们计算体验面积以后 给予一个准确的 这个口服的纪念 这个纪念太大 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 虽然太小 要达不到治疗效果 同时在吃这些口服化了药物的同时 病人一定要严密地监测 相应的血的指标 比如白细胞 中心的细胞 肝功能 胜功能 那么有部分病人 会出现一些白细胞下降 血压板下降 或者是肝功能 是功能受损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严密监测这些血的指标 尽量把这些换来药物的负荣降低到最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